哨面其實是原始於中國的特色小食 其實吃的並不是裡面的餡料 有多豐富、有多飽滿 你這個餅本身做得美不美 單鳥哨面的餅絕對合格之上 很高很高 大家好,歡迎收看《韻食艦難》 在吉東有很多食物,大家都知道 如果說下午3時多 你突然肚餓,又不想太飽時 你會吃甚麼呢? 我個人最推薦的是我身後的單鳥哨面 大家笑說,一起來看看吧 來到這裡,我們先點了兩個個人最喜歡的口味 分別是紅豆和香辣羊肉的口味 一起來試試 首先,如果你來這裡是希望吃到一個燒餅 裡面的料是塞到滿滿的話 這兩個燒餅可能會令你失望 但它只用了少許的餡料作為一個燒餅點綴之後 吃下去之後,你會更加感受到的 其實是那個燒餅 原有是那個綿糰的那種香氣 酥脆的感覺 甚至是上高的芝麻、香油、澱粉之類的味道 反而會是你會更加專注的地方 這個紅豆燒餅來說 它的味道會有少少像我們去酒樓的時候 最後不是有一個鍋貼的甜品 味道就是這樣的味道 除了紅豆之外 它上高還有少許的芝麻的香氣 所以正式來說,香味是會去兩個層次 所以這個香辣羊肉更加是我來到這裡 每次都必點的東西 剛才我提到它的餡料不多 但它作為一個像羊肉醬一樣的東西 已經掃滿了整個餅 吃下去每一口雖然不是說都會有肉 但羊肉的香氣確實都會在那裡 但配上四川的辣椒油 整個吃起來就是又香辣又開胃的感覺 最後這一杯就是老闆的麻辣蔥油麵 它不是說超級辣的那種 但如果你是這樣一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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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花椒的吐厚和辣味 確實會黏在喉嚨裡面 吃起來就是那種很香辣 很開胃的東西 不吃得辣的,個人建議不行 但喜歡吃辣的話,這個一定要嘗一嘗 總括來說,我個人很喜歡丹尿的燒餅 我覺得這是一個鹹茶,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我個人最喜歡它的紅豆 和香辣羊肉的口味 當然它都一直研發各種不一樣的口味 所以有興趣的話,就一定要來這裡試一試 那就是這樣 記得幫我們下一集找食,拜拜